你怎么啦弟弟 啊 啊 你说你打他是吗 对吧 过来过来 你看又不到你哭了 谁搞烂你的 哎哟弟弟就拿包哦 哦 阿婆 哦 阿婆听到我们的车声了 就马上过来了 阿婆很远吗 很远吗 过来过来过来 哎呀 进去啊 潮软 妈 先潮 来到丈母娘家 就是幸福 又杀鸡要砍鸭 然后小凤他们还去摘菜呢 还过那边菜园去 把那些 豆角啊 九里花啊 全部统一的摘一片 小凤他们可能在那边 我过来找一下他们 准备回去吃饭了 那边浓烟滚滚 小凤 好多天没有下雨了 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些羊苗 如果不浇水的话呢就枯萎了 这叫水豆 水豆苗 哎呀挺可惜的看到 每天都要浇水 这些就是咱们家种的九里花 这种花呢很值钱的 拉到市面上去卖十几块钱一斤了 有些人卖二十块钱一斤 这种花呢特别好吃 因为这个天气干旱的原因 所以呢 这些苗 它都枯萎了 哎呀 所以呢 咱们家就是靠天吃饭 爹爹 爹爹 牛哥 你们 我一直找不到你 原来你们在这里啊 是啊 我们在这里摘东西 爹爹 这条也是好长啊 这条太小了 这条等它长大些好不好 哎呀呀呀呀 谁叫你这样来的 哎呀 厉害厉害 底下有好多啊 你看底下这里你都不知道 你这个最高的那条太小了 哦 那条太小了 哎呀 哎呀 得了 快了 爸爸 爸爸 哦 这条这么大你看 哦 哦 哇 底下的其实好多了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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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拔 拔断了都到时候不够 那里又有一条 这些都是摘出去卖的 早上摘出去卖 摘很早 爸爸三四点就来摘 那头有 那头去那头摘 够了没有 那头要摘我 你的爸爸 这里弟弟 这里 他看 他是看得高的 他的头往高处看 那不太比较 这样子带着小孩出来 体验这个生活 以后长大的话 他就知道我们农民是多么的不容易 弟弟 哪有摘 那个那么小的 这好多 摘底下的 你看底下这里这么多 你都不摘 你看这是老多的 这里可以摘 这样拔 哎呦 弟弟不能这样拔 等一下 搞伤了 这个豆角 大的就摘 小的不要摘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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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